。 立委干话?撕裂族群? 大陆配偶与外籍配偶差别待遇? 民进党立委蔡逸于在脸书贴文,怒枪我们把陆配和外配做差别待遇,刚刚好而已啦。引发轩然大波。 立委林立缠痛批。 。 如此公然发表歧视陆配言论,企图挑拨族群议题之行为,要给予最严厉谴责,蔡逸于应收回不当言论,向全体国人致歉。 。 民进党打脸?表达不认同。 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徐春英痛骂蔡逸于根本是制造族群对立,撕裂族群的贵子手,堪称立委中的败类。 。 面对民怨四起。 行政院与民进党中央紧急灭火,表达不认同的立场。 但人在海外的蔡逸于依旧炮火四射,坚称欧美先进国家在对来自不友善国家的移民,也是失与差别待遇。 。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丁手中日前主张,陆,外配应权利平等,呼吁政府面对公民权要有统一标准,没想到蔡逸于回腔。 。 中国从最近东亚清还是航线代码一式处处打压台湾,我们把陆配和外配做差别待遇,刚刚好而已啦。 选前喊口号。选后丢成信。 。 陆配和外配差别待遇一齐话惹意,蔡逸于个人脸书这篇PO文,也立即引来网友刘友回腔,有网友留言说,你长这样也只能说是刚好而已啦。 。 。 难怪交不到女朋友,更有不满民众留言晚配誓四等公民就对了,有人瞧不起陆配的票。 。 身兼国民党新住民工作委员会主委的林立禅指出,台湾社会长期以来,不分你我共同致力于努平族群争议,促进多元文化社会发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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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。 与丽产进一步说,蔡逸宇选前也曾举办记者会,并提及绿豆加艺人举谐音绿豆加艺人,象征来自不同国家阶层的新著名姊妹。 都是加艺人,加几人的意识,而无论是蔡英文的致辞或蔡逸宇的选前言论,似乎仍依稀在耳,怎么依稀之间全变了调。 立伟痛批。把人权政治化。 林丽产表示,陆沛不仅是台湾媳妇,更是台湾孩子的母亲,政治议题与人民的平权问题不应混为一谈,且目前在台湾生活的陆沛有35万余人。 这35万人当中,没有任何一人是对岸政策的主导决策者,为什么要拿这35万人的权益问题,来抵制对岸的政治性举动。 林丽产。 林丽产也强调,身为中央民意代表,应尽力维护中华民国最宝贵的民主自由价值,而不是挑起族群争议,分化彼此,企图及其对立。 林丽亨。 林丽亨。 已如此歧视言论,除发表最严厉的谴责外,也气愤、心痛及不耻,呼吁蔡义于尽速收回歧视言论,并向全体国人致歉。